周边树木围绕还可以听见崇明声 这里是新竹县司马库斯 海拔约1500公尺 风景秀丽被称为上帝的部落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不过现在停车场几乎没车 也看不见游客身影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司马库斯宣布今天开始自主修员 公告表示由于族人快些阳性人数不断增加 加上部落国小有40多位小朋友没有打疫苗 家长又必须在家照顾 造成部落没有办法正常营运 必须自主修员 总共为期10天到19号 没有办法提供食宿商品贩售等相关旅游服务 一方面是部落这边确诊数增加 所以要加上那个确诊同住者要自主管理 导致我们人力上面会没有办法营运 当地族人表示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虽然没有风源 也希望游客最好不要上山 而休员期间如果已经付了定金 可以全额退款或是延期使用 是有下张所以有接触到有确诊的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游客 像目前是至少十位是有确诊的 六分之一左右 对啊对啊 因为是怕会扩张 因为我们都是一起工作啊 本土疫情大爆发一个月后烧进偏乡部落 平时欢迎大家来做客的美丽仙境 也只得暂时向游客说no 八大新闻战学张凯逸采访报道 铃山八方式近在一小时 锁定八大铃山新闻 记得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